根据建造的计划,我国第二艘航母近期从大连造船厂的码头赴相关海域进行了海上试验任务 主要是对装备平台和设备进行测试和检验 这是航母建造过程中的正常的工作安排 可以这么说,目前我国第二艘航母的建造工作正在按计划顺利的推进 海上试验也安全顺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